受疫情影響,失業率持續上升 以前就說多勞多得,現在真是找上工都難了 今日政府公布本年度1月至3月份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數字 失業率升到4.2%,為超過9年來的高位 就業不足率升到2.1%,征服在近年內最多 旅遊 旅遊,我想問一下這個疫情對你有沒有影響 當然影響,一年都沒有工作 做工程的,很多人沒有工作,我認識朋友 有些今年都沒有工作 希望那些短暫失業那些,有些援助金會好些 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很慘,少了八成 有沒有試過零收入一天? 都差不多了,吃頓飯就沒有了 但是怕不怕?現在又說失業率也提升得很厲害 沒得怕,每個人都是這樣,有什麼怕? 代業中 本身是做什麼? 本身是做工程那些 沒有被人炒的,就是無山放假 我現在做美容學院 怕不怕解僱給人? 都會的了,都會的了 都會慢慢都會失業的了 其實現在都不會炒,不會裁 或者會用一些方法,你都會自動離職 其實 例如少了時間上班? 少了時間上班 去改的任何制度或者工資 如果你不妥協,那你自己想吧 餐飲業的情況嚴重 失業率急升到8.6% 有飲食業人士坦然 業界不僅受到失業影響 也都面對開工不足的問題 一回到公司就拉了閘 老闆就走了 所以到現在 十六個員工都未出過一分一行 差不多半年有多了 那整班拍檔,整班都是 抹袋後就只有一個洞 不要煩開,想去做事 想找一份工作做得難 之前都可以說替工 現在整工都沒得替 同行見到十個,最多九個都是失業的 希望政府找一份失業救濟金 這次的疫情 對我們飲食業的從業員 就是失業和無薪假 這件事最大的影響 變成沒有收入 如果開工不足的從業員 我想超過八九成的人 開工不足,他放無薪假 有些是放四天或者兩天 都有的 但是也有些公司很特別的 我有個工友 他由2月10號 到現在都是放無薪假 公司未開過工 但這些是算不算在失業率上呢? 這些是不算的 因為公司有請他 他也未失業 不過他就零收入了? 是啊,這幾個月都沒有 疫情之下 也有僱主決定和員工共渡時間 這間酒樓總共有240位員工 負責人表示 並沒有因為疫情而解僱他們 歷來幾十年 都盡量不解僱員工 所以我們的員工差不多保留了 在那裡 但是開工不足 有部分是不足的 解僱人們長期吃谷種是吃不成的 個個都是 將我的人工雖然找不到那麼多 但是不用洩到落底 他都找到所謂叫做開餐錢 我們都有擔心過 不過問題上 我們的僱主的人層味比較好 還有這麼長時間 他們都沒有 打算解僱我們 繼續這樣撐下去 還有現在我們還有七成人工給我們 對 谢谢大家